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沐昭和将你父亲的企业一步伐手段通定了呢 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这是我们跟毕山业联婚的 那你也有打算离婚吗 好 我先算了 我先算了 小青 什么情况 人力思源不发了几天还 我怕老乘会出事 又一直看着他等你回来 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出上阳台 沐董遭你一步回来了 他正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怎么办 能不能保住老乘 你先下来 不要过来 过来我从这儿跳去 你别激动 别让他跳 你跳啊 少青 我来陪你 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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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跳 你不敢跳 我帮你一把 少青 危险呢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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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危险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光辉闹事不敢做 你活着 你活着 你是白虎 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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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我 我不是人 但你是个懦夫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孔子 我不是人 你 是 什么 我 你 我 我 莫总好 进来 董事长 莫总他们回来了 那我们进来 是 莫总 请 莫总 莫总 岳父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医院那个项目 被无故叫停了 你敢回来是处理陈经理的事还是 医院专案的事 如果不是因为医院项目被无故叫停 陈经理他也不会情绪失控 不管医院专案是不是无故叫停 今天这么一闹 远中集团还容了一下他吗 我希望岳父 能收回成命 陈经理 他是帮我父亲打拼江山的老臣子 末世改为远中集团以后 他也是尽心尽力 立功无数 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 我希望岳父 能给我一个情练 让他可以留下来 或者是给他一个闲职 让他可以拿到退休金 哎呀 小姐 我处理这些事情也处理得 有点太常算了一点啊 毕竟啊 他是你父亲当年的老臣子 再怎么说我也应该跟你商量一下 在签发那个辞退寒 但现在他那么一闹啊 影响到集团啊声誉啊 非常的严重 这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事情 而是整个集团的事 要不这样子啊 我们开会决定 做到公正 公开 这样才能服众 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啊 老臣 你倒是说话呀 我怕我没有时间了 都已经等了十年了 可是我已经老了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了 我怕没有时间了 十年前 你父亲的生意 正值日上 如日中天 可是后来 却遭到小人的陷害 你父亲认受不了这个打击 心脏病复发突然去世 而就在这时候 武昌和陈旭而入 吞并了牧师集团 不是 即即可的 我们几个老城 见上了个半壁江山 我们发誓 一定要把逝去的东西 再重新躲回来 一定要把院中集团的牌子 拆下来 再把陌生集团的牌子 挂上去 看来 我们是小瞧了 莫长河的实力啊 我知道 我们这几个老城 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 这个中担只有落在你少千里的身上 而我唯一的希望 就能实现你父亲 在卡二零五公里上 建医院 回归社会这个愿望 在这个计划之前 沐长河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今年眼看就要上马了 沐长河去找了什么一个狗屁的理由 就让这个项目停下来 其实这三年来 他是躲在背后默默看了我的笑话 在最关键的时刻出手啊 少千 只要能完成你父亲的医院 我死了都迷目了 所以我心里是着急 我一着急我就 少千 对不起了 少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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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了 少千他还在生我的气啊 他哪有空生你的气啊 他正烦着怎么摆平这件事呢 他一回来就去找沐长河 想力争让你留下 可沐长河说 要开高层会议决定 让我把我开出算了 我不能再给少千添麻烦了呀 你已经给他添麻烦了 你是跟在老爷子身边时间最长的人 也是看着少千长大的 如果少千袖手旁观 让你落得如此下场 他这一辈子都会自责 现在他是进退两难 而你是赴税男生 我 今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啊 我也不会多说 临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就是要决定 是不是该让陈经理继续留下来 今天会议 有执行董事还有莫总经理主持 是 又可以各苏几件 谢谢 我的一件事 让陈经理留下来 我不同意 我同意莫总的意见 陈经理一直是公司的项目骨干 他领导的团队连续五年都是业绩冠军 我认为集团对这样的功臣 应该留一条后路 这也体现了我们集团 对员工的宽怀气度 在媒体面前公然出言诽谤 如果集团网开一面 是不是给别的员工 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陈经理处事稳健 经验老道 今天突然失态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他突然疯了 还是我们集团内部出了什么问题 把他逼成这样的 如果以为把陈经理开除了 就可以一了百了 不去追根究底 那恐怕媒体 也会乐于为我们代劳 帮我们找出真相的 那你的意思是 一旦把忠心耿耿的陈经理开除 媒体就会追着他不放 希望从他口中 探听到什么内幕了 既然你也说陈经理忠心耿耿 那他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一个工程 如果得到这样的下场 难免会情绪过激 把试探扩大 忠心耿耿 在媒体面前大放厥词 抹黑缘中 这样的作风 也能叫忠臣 张董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温特主 半年前媒体对我们集团 逃税漏税的不实报道 结果 你三天以后才搞定 让我们的股价直显下滑 还有文昊 生产线有故障没有及时申报 让我们两个工厂停工半天 如果你们犯了错都可以宽大处理 那么为什么 陈经理就是个例外 陈经理犯的错误非常严重 直接影响到了整个集团的声音 今天 为总经理的民意保证 从今以后 关于集团所有事情 陈经理 绝对守口如瓶 关于陈经理呢 负责的K205这个投资项目 本来要投建医院 集团呢也大力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不但能够得到经济效应 而且能够提升整个集团的公众形象 但是 请问 这种行为跟这种形象 能够在公众面前代表医院 代表整个集团吗 这三年来 陈经理一直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咱现在依然 出言诽谤我们集团 如果我们再加一步行 如何对了几日 而且公众 直接就对我们这个项目 失去了信念头 我们这个项目 是莫老先生留下来的意愿 也是陈经理的一个愿望 没想到啊没想到 却一手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所以你的意思是 要么马上开除陈经理 请去保帅 要么马上停止医院项目 甚至无限级压后 恐怕 必须如此 少前 你怎么说 只要能完成你附近的医院 我死的都不明白 把它盖出吧 好 等一下 干什么 你先检查 可以吗 是啊 我 快六 你这么努力 ей 少仙图就拜托你了 少仙图就拜托你了 干得好啊 干得好 陈后德高望重 集团内超过一半以上的中高层 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老头像 这一次将他拿下 对他们绝对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上次啊跟你去看车载 你不是看中启动音量吗 把他开回来 谢谢沈总 真是应得的 我虽然不像少仙那样对待手底下的人啊 像对待亲人一样 但我绝对不会亏待自己人 更不会让自己人呢 做得那么丢脸 您也没有亏待莫总 不但救了他父亲的江山 把女儿嫁给他 还让他坐上总经理的位子 您身为董事长 又是他的岳父 怪不得别人 只能怪他自己太不安分 小子想过河拆桥 还弄得很难 不过陈后这么一闹 明天的各大媒体头版头条 一定是关于集团的绯闻 咱们得赶紧想一个解决办法 我父亲很喜欢收藏台灯 有一年他生日 我都没有想到 该送他什么好 是陈伯伯告诉我 我父亲一直心仪的一盏台灯要拍卖 他陪着我去拍卖场竞拍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我爸爸 收到这盏灯的时候 是多么的兴奋 要是当年 不是有人背叛莫老先生 害得他大受打击而去世 如今 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总经理 沐总请您今晚回家吃饭 好 小杏 月鹰 你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呀 你要我在门口把风 就是为了偷蛋糕啊 为了五星级每天限量发售的 芝士蛋糕 做贼也值了 谁叫我们家腾血爱吃呢 再说了 你菁总无缘无故把你给换掉了 我只是替你出口气 但是被菁总发现我们就完蛋了 顶多是我完蛋 她要是真发现了 你可别多嘴 我顶着 月盈 我不吃了 不许吃泡面 我给你带了饭 走 你现在每天帮我带早饭 还帮我带中饭 你要是每天晚上都吃方便面的话 我就让我们家厨子每天给你做晚饭 人还是要靠自己 哥 我在这儿呢 金总 我正找你呢 告诉你个好消息 上回说那个案子 有你和月盈一起做了 真的 上次你不是说那个股东 你就别追究了 我也就是个打工的不敢问 反正是奉命行事 你还真想知道 你给股东打电话问个明白 好 那我打电话问那个股东 月盈 金总 谢谢你 无论如何 我都会好好珍惜机会 一定会努力的 你看 这态度就对了嘛 很端正嘛 月盈啊 你好好跟同学学习学习 对了 那个 我办公室有一块蛋糕 你们看见没有 金总 没有 奇怪啊 今天早上我一个客户 送我一个五星期酒店做的 即使蛋糕 怎么就没了呢 可能你吃了给忘了 有可能 我这人事太多 有可能忘了 你还笑 金总把工作还给我了 我当然开心了 是 成本一和 你这人 留下 可能 那什么 我从小 不要 我的 你没有 老公 他 老公 你没有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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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么开心吗 我刘月盈也是一个不偷懒 对工作很认真的人 可你这劲儿有点过了 总是莫名其妙的 这是为什么呀 可能 是只有在工作的时候 我还能记得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那你男朋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又干吗 我总觉得吧 你男朋友一来 你就特别不开心 他一走你就特别开心 而且你什么都听他的 我总觉得你有点怕他 这是为什么呀 你又来八卦了 我不是八卦 你知道我不是八卦的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过去工作了 我今天非要弄个明白 今天是我生日 就当是我的生日愿望好了 你告诉我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坏人 流氓 不是 他是个 很好 很好的人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达尔的时候 那一年你父母刚走 我们还没认识呢 是 那天 是达尔开学的第一天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是我的同伴 就坐在我的后一排 就坐在我的后一排 当时的我失去父母 失去嫁 住在舅舅家里 住在舅舅家里 每天放学后 就把自己关在阳台 不想说话 那你们在一起了吗 那你们在一起了吗 是啊 你这么爱他 为什么没跟他结婚呢 月盈 我先不说了 先去开工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萧山 萧山 那 好了月盈 不说了 我先去楼下盯着了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有事吗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都给忘了 那 那我们一起吃饭好了 就这样 老爷 记者都走了吗 没走 好 还多着呢 都撤了吗 都撤了吗 怎么记者翻译真快啊 看那明天报纸所有头条 都是咱们集团的丑闻的 只是抱不住火的 好了 靠谦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已经安排了人 去跟那些媒体做一些 公关的工作 没事的 没事 媒体这么容易打发吗 记者也罢了 可是夏复集团的股票 已经开始下跌了 这一跌就是跌掉两所医院 那每个人都担心 现在莫两家 是不是会拆火 这没想到你这个老臣子 统了个大娄子 传言只是一时的 成亲了就不会有事了 是 可是你搬出去那么久 都万一要是被记者拍到的话 那可就把这个传言不是坐实了 万一事情闹得更大 我看你这个医院专案 可要无限期押后了 这段时间我会搬回来住的 对 对对对 早该搬回来住的 这你家 那想到这些媒体啊 真是 你看 他们为了挖真相啊 可以不择手段 不打目的 他绝不把手 我再想就算你搬回来 可能大概也无补于事 那么岳父 你有什么想法呢 结婚 有十年了吧 快十年了 我的记忆当中 好像你们 从来没有去庆祝过 什么结婚纪念日是吧 不如这样吧 我们就办一个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会 除了可以请一些亲戚朋友 还可以请一些 跟远中有业务网来的公司 我想到时候 那些媒体 肯定会关注的 好 好了 好吧 那就 照你们年轻人 这种想法去做就好了 好 我去休息了 管家 麻烦你 帮我准备客房 是 是吧 好 你要是真爱这个男人的话 就好好关注你自己的脾气 好 好 你老是绷着一张脸干吗 没有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 冷冷清清的 连个生日蛋糕都没有 我很开心呢 哈哈 哈哈 新开心 哇 他们都是你起来的吗 生日快乐 你真坏 我们早就知道了 对 对 你也不能喝酒的 你酒精过敏 提酒没事 提好了,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许走着回去,都得抬着回家。 好! 陈后忍了十年,还是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说到底,你还是比他沉得住气。 你爸什么时候让你插手过问集团的事情了? 我要休息了。 十年夫妻,咱们见面数着数着过来。 好不容易见面了,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你真的讨厌我吗? 十年假夫妻而已。 我们的协议不是说好了吗? 如果我中途毁约,或者泄露了协议的内容, 我就会放弃所有财产,还有远中的职务。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着合约走。 怎么了? 现在你倒受不了了。 如果你受不了,就都要宣布我们根本没有领会结婚证吧。 是。 我是拿我爸出生末世,前在牧师老员工跟你做条件。 你这十年也的确遵守协议。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跟你做真夫妻,想做你身边的女人。 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哪一天你能爱上我。 哪怕只有一点点。 别装了,晚安。 握手签。 对吗?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 你说什么? 新婚之夜,你要搬到客房去睡。 传出去,你让我怎么做人? 是想让我丢脸,还是想让我父亲丢脸? 我们实在没有感情基础。 我真的做不到跟你睡同一个房间。 对,要不是你爸, 末世早就被卖掉了。 所有的员工, 都会被前散回家。 这个人情我认了。 我也同意了,你提出假结婚的这个条件。 但是一开始我已经向你坦白。 我并不爱你,我并不爱你。 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你的意思是, 我是趁虚而入。 你是委屈求全了。 我警告你多少钱。 别在我面前假扮大老板。 你现在副总的头衔, 也是我爸看在我的份上。 你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 我还要提醒你, 既然你已经把自己卖了, 就卖得彻底一点。 也讲点职业道德。 不要又想当鸟子, 又要离牌坊。 马狗老名, 你怎么可以说出, 这么恶毒的话? 好。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是吧。 你也太会装了。 莫少前! 要不我搬走。 要不, 我们就这样过。 大家一起痛苦一辈子。 好。 莫少前!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那就让我们大家, 一起都不好过吧。 好。 就让我们大家都不好过吧。 不过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准备十周年清点。 到那天, 你我, 都得装。 好。 小心。 不要, 不要。 别扯了。 别扯了。 我不小心把你电话给接通了。 来来来, 少前。 打盖一杯吧。 来来来来。 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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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前, 少前。 来来来。 少前, 大好, 来。 来 快点 来 快点 来 来来来 快 快 我们等你 快点啊 让我过去 你就是那个萧珊哪 月盈 你这不就是那 那干吗呀 月盈 萧珊 快快快 走了 走走走 赶紧 怎么 你认识她吗 我可不认识她 怎么着 她是你们的朋友啊 都是研究生 我们不一个系的 这是她女朋友林自贤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的 你胡说什么啊 我们是朋友 你和她本科到研究生 到现在还是出伤入罪的 还装什么呢 同学 好久没见了 是啊 好久不见了 你们也认识啊 是啊 我和萧珊还有同学 以前都是本科同学 只是毕业后就再也没见了 萧珊 你也很久没见同学了吧 就这么巧啊 我们设计系去年被派到他们单位实习 我就是这么认识的同学 原来你们是同学啊 这是同学的同事 刘月盈 这是她的生日 生日快乐 来 既然大家都是老乡识 来 来 人多热闹点 来 一块坐 来 服务员 加两套餐具 同学 你一起坐 你没事吧 对啊 我不小心把你电话给接通了 小三 来 来 进来 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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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姑爷 是我 姑爷 老爷想请你去商量一下是周年纪念晚会的事儿 现在过去吧 好 同学 好久没见了 快再年了吧 你还好吗 我还好啊 我现在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室内设计师 你呢 我啊 我在一家外企做销售 萧山还在继续读研究生 在外企做销售啊 很好啊 很有前途呢 你这包可真好看 在哪儿买的 我也不知道啊 小山送给我的 今年的生日礼物 你这围巾也挺好看的 很经典 不过时 我也喜欢这个牌子的围巾呢 好看 赶紧吃吧 涛涛不绝的 更滑火似的 好 什么 谢谢 这么肥啊 让人家怎么吃吗 得了吧 吃个羊肉还这么多人伺候你 还说不是一顿 谁信的 是啊 喝喝喝喝喝酒 老同学 好久不见 喝一个 收心工 敬你一杯 你们怎么那么冷静啊 快 现在收心工 喝喝喝喝喝喝喝 我飞喝喝喝喝喝 我爱 是你 我爱我 也走 你 我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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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着你 嘴巴看到 你的客气 总会想起 相爱时光 你和我将近一位的结局 我们的希望 为时永远 却看不到 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怎么了 是不是烫着了呀 我没事 这样走你 还是要有点 月盈 我刚想起来 我明天要交给工人的图纸 有些地方弄错了 我得回去改一下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我自己能搞定的 你们玩吧 我先走了 回去加班 好 来来来来 kommer 来来来好 走了 走了 每 bok去甜 bean 好 我一定会 Understand 不可 people 不是为akiLA 你不好 yanlış 我有一口 这是给你 代曹如何 好 好怀念 怀念以前 一起跟孙伯喝酒的日子 他还好吗 他还好吧 上个月 他儿媳妇刚生了儿子 他回家抱孙子去了 是吗 你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 我看你一个人总不放心 所以就跟着来了 你怎么可以撇下林志贤一个人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